危險的攀岩 刺激的高空彈跳和跳傘 是常見的極限運動 其實他們的危險性 也許都不如自由潛水來得高 在不攜帶氧氣品的情況下 只透過自身備火量 摒氣往生潛水與返回 最大挑戰是 身體在水中受到的壓力 比陸地高幾倍 同時還要面對水下水流複雜 等種種險境 今年在和蘇柏奈爾島舉行的 世界自由潛水賽 由來自荷蘭 年僅23歲的珍妮 以水下92公尺深 返回水面時間3分46秒的成績獲勝 同時也打破金氏世界紀錄 超越由已故俄羅斯 自由潛水女王 莫爾查諾娃創下的91名紀錄 莫爾查諾娃 去年在地中海的一項潛水中失蹤至今 對此珍妮百感交集 現在她的記錄 是很混亂的 非常混亂的感覺 因為在一旦 我很開心 很誇張 在另一旦 我還知道她不會再回復 像她以前的 她一直都能破壞任何的記錄 在任何的記錄 在任何時間 她非常好 所以知道 這是一個混亂的感覺 莫爾查諾娃成說 非常害怕兒子參與這項運動 儘管她去年只下潛35公尺 對她而言沒有什麼難度 但不幸卻發生了 在令人惋惜的同時 也再次標註 這個被評為 世界第二大危險極限運動的 高度危險性 自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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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如何